在如今风投最近的锂电池领域 日本抓了一手王炸 几个回合之后 赢家却是中国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要知道 1991年 锂电池与日本巨头索尼在世界范围内 抢先实现商业化 加速将照相机 摄像机 随身听等产品效望全球 2000年后 手机和笔记本渐渐成为锂电池两个最大的应用 此时的日本仍然在开发和生产方面一马当先 彪悍到什么地步 根据日本富士凯美莱总延尔 2006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日本在锂离子电池的四种主要构建中拥有全球最高份额 正极材料和电解验 隔膜的市场份额分别达到77% 负极材料更是垄断了96%的份额 可谓王炸炸堆 凭借垄断地位 日期在中国市场疯狂收割 据媒体报道 2000年前后 GFE化学 东海碳素 无语化学等日期从中国黑龙江 山东等地买进天然石墨作为原材料 加工后的锂电池负极材料转到中国 一来一去 每吨价格飙涨到50万元至70万元 是原材料的10倍以上 然而面对这种局面 我国很多企业也开始发奋图强 争取在锂电池行业做出成绩 这种情况直到2010年 随着我国企业大力发展锂电池的研发和生产 并且有实力加入锂电池行业的竞争 逐渐扭转了日本打破了产业覆盖的垄断局面 日本有关方面的媒体也曾经对此做过报道 经过调查研究数据分析发现原来有日本所掌控的极富优势的锂电池原料的几种构建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已经逐渐被中国企业把蛋糕抢走 不仅价格优惠 产量供应稳定 而且产品质量绝对不逊色于日本的锂电池原料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企业很难再从中国企业手里把锂电池主要构建的竞争市场重新抢回来 也就是说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 中国企业从无法生产锂电池原料已经超过了日本企业生产的技术和能力 甚至抢夺了日本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部分市场 其中包括日本最有优势的占比最多的锂电池复级材料也不例外 对中国企业竞争之下抢走了市场客户 说来有趣 把日本优势挤压得毫无办法的企业 竟然首先出马的是生产西装的珊珊集团 1999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夕 珊珊创始人郑永刚预赶到Zero 等国外服装巨头将打到家门口 于是推动转型 经过寻觅和验证 团队砸下一个亿 将安山热能研究院中间向谈微求这个 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礼店富级项目打包买走 两年后 上海珊珊成立 中间向谈微求年产能达到200吨 别看产量不大 却将这一材料的价格压到30万元每吨以下 原本靠垄断地位压榨中国人的日气开始承压 有的被迫关停生产线 珊珊集团用性价比撞开了日本富级材料的垄断城墙 而这一朝的横空出世 直接把日本企业的垄断地位打破 日本企业无法再使用自主定价来获取保利 甚至开始感到来自中国企业的巨大压力和竞争带来的危机感 不久日本的企业就开始关闭生产线 退出了锂电池材料的竞争 市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中国企业重新夺了回来 珊珊集团成为锂电池材料的先锋官 此后贝特瑞和中国保安集团 把锂电池的富级材料作为新兴业务的重点推广 并且改良天然石墨作为锂电池富级材料 实现量产开始向海外市场进军 很快就成长为全球排名前五的锂电池富级材料供应企业 其次和日本锂电池当初因照相机 摄像机 手机和笔记本等产品制霸全球一样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 以锂电池为主要动力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 从2015年开始 连续7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得益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 五国富级材料市场规模迎来跃升 数据显示 五国富级材料市场规模由2014年的24.1亿元 快速增长至2020年的164.25亿元 狂翻六倍之多 现在 贝特瑞成为北交所一哥 最新市值达670亿元 引领资本加持富级材料 同时 贝特瑞 珊珊 紫辰等富级企业仍然在扩建产能 下一代硅碳富级的研发和生产也已经开跑 饶有意味的是 2016年 身为锂电池商用鼻祖 索尼将电池业务一约11亿元价格甩卖 包括丰田 本田在内的日本车企巨头也都被新能源汽车热潮弄得灰头土脸 没办法 日本媒体只好一再怀念本国锂电池一统全球市场的大好时光 感慨榜首宝座全部被中国夺走 这也不难理解 毕竟 日本一手王炸打的稀烂相当残酷 只剩过去的荣光辽可安慰 不是吗 再看五国的锂电池生产企业都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 并且还在研发升级的硅碳富级锂锂电池材料而投入更多的科研力量和支持 可见日本垄断锂电池全球行业的局面将一去不返了 未来中国的锂电池行业很有可能成为全球范围供应的主力 日本被中国反杀 很多日本企业生产里电池发家 也不得不最后退出了该领域的竞争 对于中国企业的快速崛起和发展壮大 给了日本企业迎头痛击 谁让他们贪心不足 当初始终高价暴力来进行销售呢 日本现在后悔也晚了 除了在电池领域领先世界 我们文明中外的高铁也已达到新高度 你能想象吗 从北京到柏林最快只需要两天 中国基建这一大手笔 直接让全世界都在热议 那么这一工程是什么来头 中国最终能完成吗 我们都知道从北京到柏林 需要接近上万公里 目前除了飞机外 一般的火车想要从北京到柏林 需要最少一个星期 但是如果修建高铁 最快两天就能穿越接近一万公里的距离 从中国到欧洲 国家已经建设了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的运行 如今已经体现出它的重要价值 在疫情防控期间 全世界的航运和空运都受到影响 但是依靠中欧班列 大量物资输送到了欧洲国家 在海上运输严重受阻的情况下 这两年中欧班列的运输次数超过一万列 因此很多欧洲国家都在感慨 中国的战略布局非常高明 但是中欧班列将货物运送到欧洲 需要最少一个星期 所以如果是旅客来往穿行 这种速度非常不便利 不过最近俄罗斯铁路专家建议 对中欧高铁项目进行了可行性研究 发下这个世上最大的铁路项目可以成为现实 这条铁路的先行计划 欧亚高铁铁路可以在短期内动工修建 首先修建莫斯科到喀山的800公里高铁 其次还会修建墨西克到卡拉斯诺叶 车里亚宾斯科到金索普卡两个路段的高铁 总一旦这几条线路完工 欧亚高铁将可以全线完工 因此整体来看 想要完成北京到柏林的高铁修筑是非常有可能的 专家预计整条线路的高铁总长货将达到9447公里 预计最快2026年就可以完工 因此这一超级工程立刻引发关注 然而目前也有一项需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工程投资需要耗费大量资金 要知道国内修筑高铁 一公里的价格大约在1亿人民币 修建9400公里高铁 再加上沿线配套的高铁基础设施 以及大量高铁动车组 那么投资保售估计也要达到1.5万亿规模 想要一下拿出这么多钱不太可能 因此只能分批次进行建造 中欧高铁如果建成 那么中欧班列的价值将会削弱 未来货物的运输都可以直接通过高铁运输 那么欧亚之间的贸易 陆上运输将会有取代海上运输的可能 毕竟陆运最快只需要两天 海运需要半个月甚至更久 一旦建成 那么两个州之间的贸易将会非常便捷 那么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将会更紧密 形成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 对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 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